1号,欢迎继续学习第二试讲 这一刻是我们进入第四种数据阿绝算法 关联分析的学习 关联分析是一种无监督学习 它的目标就是从大数据中找出那些经常一起出现的东西 不管是商品还是其他什么atom 然后靠这些结果总结出关联规则 以用于后续的商业目的或者其他项目需求 不管你在哪一个数据阿绝课堂上 几乎都会听到这样一个都市传说 在一个大型超市中 数据分析人员整理了一整年的购物栏数据 来分析大家都买过什么样的东西 就在对购物栏的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 分析人员惊奇地发现 语尿不湿出现在一个购物小票上最频繁的商品 竟然是啤酒 这个结果背后的原因 是女人嘱托丈夫去超市给孩子买尿不湿 而丈夫通常会顺便买上一些自己喜欢的啤酒 超市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组合 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尿布和啤酒摆在了一起进行销售 以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关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发生过 我们保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这个故事确实反映了数据挖掘在商业运作中的价值 同时购物栏分析也早已经是大型商超必备的技术手段 那么如何发现这些潜在的价值 就用到了我们这一小节要讲的关联分析算法 要了解算法的原理 首先我们需要对关联分析中的一些概念进行一下解释 为了方便说明 我在这里编造了十条购物小票的数据 如下表中所示 第一个概念叫做相级 中文名称有点二口 还是看英文比较容易理解 item set 相级可以是单个的相 也可以是一系列项目的合集 在我们的例子中 项目就是啤酒、尿布等商品 一个小票上的内容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相级 通过关联分析得到的经常一起出现的啤酒和尿布 可以成为一个频繁相级 第二个是关联规则 根据频繁相级挖掘出的结果 比如说尿布到啤酒 规则的左侧称为先导 右侧称为后继 然后是一些评估指标的概念 支持度 支持度就是一个相级在数据中出现的比例 在我们的十条数据中 尿布出现了九次 那它们的支持度就是0.9 啤酒出现了八次 啤酒的支持度就是0.8 尿布和啤酒一起出现的支持度是0.8 以此类推 支持度还可以用来判定一条规则是否还需要继续进行挖掘 如果支持度已经很低 再加入新的项肯定会更低 挖掘的意义不大 后面的一个指标是置信度 置信度指的是在一条规则中出现先导也出现后继的比例 我们可以用公式来看一下 置信度表示的是一条规则的可靠程度 就像下面公式列出的这个样子去计算 第三个评估指标是提升度 在置信度中只考虑了规则中的先导与后继同时发生的情况 而对于后继单独发生的情况没有加以考虑 所以又有人提出了一个提升度 用来衡量先导和后继的独立性 比如在前面我们算出尿布到啤酒的置信度为0.89 这说明了买尿布的人有89%会买啤酒 这看起来已经很高了 但是如果说在没有买尿布的购物小票中 购买啤酒的概率仍然为0.89 那其实购买尿布和购买啤酒并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提升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提升度大于1 说明是有提升的 最后一个指标是确信度 确信度指的是对于一条规则 不发生先导而发生后继的概率 与这条规则错误的概率比值 公式如下 上面的结果为1.82 这说明该条规则是真的概率 比它只是偶然发生的概率高出了82% 一口气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概念和指标 下面终于进入我们的正体环节 看看在关联挖掘中算法的原理 关联挖掘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而关联挖掘的步骤也就只有两个 第一步是找出平安相机 第二步是从平安相机中去提取规则 第一个算法就是Apriori 算法的核心就是 如果某个相机是平安相机 那么它的全部子机也都是平安相机 为了方便了解算法的效果 我预先画出了数以集中可能存在的相机关系 就像下面这张图 首先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最小知识度预知 假设我们设定为0.5 那么高于0.5的就认为是平安相机 然后我们计算出所有单个商品的知识度 在下面这个表中所示的 就是一阶相机的知识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 苹果的知识度达不到我们所要求的预知 于是把它删掉 因此所有跟苹果相关的负级也都是低频的 在后续的计算中也都不会设计了 也就是下图标绿色的这些 接下来我们再去计算二阶的相机知识度 到了这一步 后四个相机的知识度已经达不到我们的预知0.5 于是也都删掉了 接下来再计算三阶的相机知识度 这个时候发现已经没有可用的三阶相机了 所以算法计算结束 这时候我们得到了三组平安相机 尿布啤酒 尿布洋葱和尿布奶粉 接下来从这三个平安相机 我们可以得到三个关联关系 尿布到啤酒 尿布到洋葱 尿布到奶粉 根据前面的公式 分别计算这三个关系的知识度 提升度和确信度 下图就是三个关联关系的知识度 提升度和确信度 到了这里 再根据我们的需求设定预值来筛选最终需要留下来的规则 第二个我要介绍的算法呢 是FP Growth 根据上面Appleary的计算过程 我们可以知道 Appleary计算的过程中会使用排列组合的方式 列举出所有可能的相机 每一次计算都需要重新读取整个数据集 从而计算本轮次的相机知识度 所以Appleary会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 这时候就以了一个更高效的算法 FP Growth算法 Appleary算法一开始需要对所有的规则进行枚举 然后再进行计算 而FP Growth则是首先使用数据去生成一颗FP Growth树 然后再根据这颗树来生成平凡相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构建FP数 仍然使用上面编的购物小票数据 并对每一个小票里的像按统一的顺序进行排序 设置一个空级作为根节点 我们把第一条数据录入这个数中 每一个单向作为上一个节点的叶子节点 旁边的数据代表该路径访问的次数 下图就是我们录入第一条数据之后的结果 第二条数据与第一条一样 所以只有数字的变化 节点不会发生变化 接着我们输入第三条数据 输入完二三条数据之后 结果如下 其中由第一个洋葱和第二个洋葱 直接画出一条虚线 标识它们是同一项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插入到这棵树上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FP数 接下来我们要从这里面去寻找频繁相机 当然首先也要设定一个最小频度的预值 然后从叶子节点开始 也就是最低频的节点 如果频度高于预值 那么就收录所有已该项结尾的相机 否则就向上继续检索 至于后面的计算关联规则的方法 就跟上面Appropriary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尝试使用代码 来实现关联规则的发现 在我们之前使用的Scalary算法工具包中 并没有Appropriary算法 所以这次我们需要先安装一个 Efficient Appropriary算法包 而我们这次所使用的睡衣集 也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个 啤酒尿布睡衣集 这个算法包使用起来也是极其简单的 当然记得首先要去安装这个包 然后引入这个算法包 通过上面的这个代码 我们就成功的使用了Appropriary算法 对我们自己编作的数据集 完成了关联关系挖掘 当在设置最小知识度为0.4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七条规则 而我们把最小知识度改为0.5以后 只剩下啤酒和尿布这条规则了 你学会了吗 在这节课里 我们介绍了两种关联关系挖掘的方法 其中Appropriary使用了穷举的方式 而FP growth使用了数型结构来提高速度 关联关系挖掘通常使用的算法都非常简单 或者我们可以把关联关系挖掘转化成分类问题 剧类问题来解决 都是可以的 在这节课中 我们还介绍了关联关系的评估指标 不管是用什么算法来挖掘的关联关系 都可以使用这些指标来进行评估 下一课时 我们会进入到关联关系挖掘的实践课程 看看如何使用关联关系挖掘来解决业务中的问题